這把看似很順風 實質已經非常利風了 團戰一撞就碎 我方根本打不過 我一人贏的方法 那就只有偷塔 你們看隊友被團滅 我去把上路高地偷了 滿屑高地即是岸信的整殺線 你們以為我的岸信只會偷塔 那你想錯了 我不僅會偷塔 還會去開龍 幫隊友建立優勢 這裡我打完暴君 再去把下路二塔偷了 孫策想開船撞我 用移技能霸體躲掉 直接溜了 你們看墨子被勾 正面團直接炸了 對面有鐘魁 我方這陣容根本打不了團 隊友被得去正面讓 差點被團滅 這裡我把下路高地偷了 再把兵線清了 這裡跑不掉了 偷住一下對面 為隊友爭取復活時間 當我以為在把必輸的時候 超級兵把水清拆了 這就是偷高地的好處 有時候不需要自己動手 兵線會幫你贏 看了回放才知道 對面打龍王去了 要不是對面失誤 這把擺翻擺輸了 好 好 好